好,現在轉彎,連連勝利貼到男人自己戴 家應高星已經咬著第二 第三位的馬,來面是恩樂人生 紫色衣服外面,龍城強將 再見到中間第五,黃衣服,電信龍區 在裡面有大千世界 外面是經典之光,後的聲音是全能指揮 果然得那些馬,好,最後三百多米 連連勝利佔先,家應高星用正腳 慢慢鬆下去,再見到外面,電信龍區上來 中間接中了龍城強將 裡面是大千世界,最後二百米 家應高星越拋越掉 拋掉後面的對手,最少最少三個身位 一出即勝,跑第二名,相當接近 外面電信龍區,裡面龍城強將 第四名是大千世界 結果這場賽事,家應高星 都是能出閘的,結果放在前面 接著第二位直路上出頭 將後面的對手遠遠扔掉,一出即勝 跑第二名,很近 黃三外面電信龍區,裡面龍城強將 有沒有機會平頭,很近 第四名,大千世界 家應高星,也是很輕鬆 神操姿態,回來贏掉馬群 反而差第二名就近了 外面龍城強將,開面電信龍區 是否一直都是裡面的頭盤 看起來是 好像裡面高盤少少 也要大影響 第四就省了這隻八號,真是大千世界 結果坐穩就贏了這隻家應高星 最後是二十一元開跑 轉彎的時候,前面放的是愛馬善 數出去,有大紅袍和光年八十 第四位,黃武拿出來中檔 有這隻家應高星 外面六三就連連有型 拼出去,外面追,寬樂至寶 馬嵐後面有堂不甩 裡面追上來,上了一點點 就是太陽拍檔 好了,最後二百多米 看到偷出的馬就是光年八十 不過都騎得很緊要 中間,家應高星又坐步追上來 內蘭位置,愛馬善還有 很多層還有寬樂至寶,村甲戰英 最後一百米,外面家應高星佔 外面,愛馬善跑第二 第三名,中間是光年八十 第四名,寬樂至寶 結果這場賽事,贏馬的是家應高星 第二名,第一眼看下去的時候 外面,愛馬善以為被光年八十過了 但是他裡面又上來 8號,是光年八十 至於跑第四名,寬樂至寶 好 家應高星,潘頓這隻也有三位 走著三碟移出來 其實贏得輕鬆的,雖然距離短一點 跑第二名,裡面打得很厲害 就是愛馬善,打上來拿第二 第三,早轉走三碟,光年八十 跑第四呢 遲遲追上來的寬樂至寶 今天也是很難追 是的,那隻光年八十都蝕得很厲害 沒辦法,你排著九檔,拍不到二碟 因為中間還有一隻大紅袍頂著二碟網空位 好,轉彎的時候 前面龍之輝貼籃放 家應高星就在外面的第二位 多利採區就是內蘭第三 第四位還有拍馬欄追 實力派第五 第六位內蘭機械大師中間紅衫等位 還有超霸性 在裡面,灰馬旋風飛影 扔出去外面馬,有一隻美神來架 好,最後三百多米 龍之輝貼籃籃,一直在比 家應高星拿到平衡,開始拍上來 跟他鬥,再在後面的馬 實力派在外面 中檔位置還有拍馬欄追 後多層就多利採區那些馬 最後八多米,家應高星就已經透出 賣變了龍之輝,進佔第三 實力派第四位拍馬欄追 接近終點,家應高星贏出這場賽事 龍之輝跑第二 第三名,實力派第四位賣變 應該是拍馬欄追的機會較高一點 結果這場賽事 倒是來了擺前面走的馬 家應高星全程緊咬第二位直路上 將放頭的龍之輝趕過 跑第三名,實力派第四位賣變 拍馬欄追的機會似乎較高一點 結果潘頓,今天對右馬贏 這場賽事應高星 始終是三班實績支持 他比龍之輝更多 龍之輝也跑第二 實力派跑第三 第四名,拍馬欄追 臨美之輝厲害,26元 兩分鐘下了七、八萬度贏 他應該是熱門 但可能遲了一點復貨 大家去驚訝 游過關飛的就更多 這條大熱Q變了27元 原來是我自己想多了 我還以為為何站著三十多元 有暗勇 原來飛遲來 對 現在的光纖還是比較像 正路那幾隻,是拍馬欄追 這場跑得更好 好,一開始的時候 前面英雄浩潔快 但三級的節目 嘉應高星已經走上去 內蘭有包裝必勝 再看到最出的一隻 白衣、紫色眼罩就是小霸王 中間有魏小寶 大概跟著第六位 外面位置紅衣 華麗再勝 中間很好心得 內蘭尾4 有這隻美麗奔馳 後面三隻 魅力寶區 四季 暫時大墮後馬匹 是自力更生 轉彎的時候 前面包裝必勝 貼難放 跟著第二位 嘉應高星 第三位 外面小霸王 外面第四位 黃衣 還有英雄浩潔 中間第五位 美小寶 華麗再勝 紅衣應該要拿出去了 等裡面是美麗奔馳 尾4中蕩 好好心得 尾3裡面四季 外面位置魅力寶 他包裝 最後是自力更生 最後三百多米 嘉應高星中間透出 外面是包裝必勝 看到裡面追上來 美麗奔馳 外面追中一隻華麗再勝 最後二百多米 透出的馬是嘉應高星 多看幾次後面也不怕 至少贏三個馬位 後面的馬 包裝必勝有沒有第二 還是外面華麗再勝 接近終點 嘉應高星 神操贏 跑第二名 包裝必勝裡面 外面華麗再勝 這個第二 第四名 美麗奔馳 結果這隻嘉應高星 好像神操姿態一樣 走回來贏 真是全程按住按住 看一看電算機 看一看大銀幕 輕輕鬆鬆過終點 嘉應高星 跑第二名鬥得很燦爛 裡面包裝必勝 道善先 外面華麗再勝 跑第三 夾著中間 美麗奔馳 跑第四 都厲害 這場都不得了 1.4 都爆不到 一閘馬都不行 二千四百多萬 獨贏 兩千四百多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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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四百多萬 一起步 前面快閘的馬又很眼光 外面圍港智能 中間有嘉應高星 內蘭賢者無敵 跟著第五位有威力奔騰 後面三隻聖筆嬌陸續無限 暫時電後的馬匹 是那隻的愛心 好 開始轉香港體育學院彎的時候 前面放了出來就是那隻圍港智能 好眼光 跟著第二位 內蘭第三 還有這隻賢者無敵 跟著第四位嘉應高星 後面四隻威力奔騰聖筆嬌 尾指橙心是的愛心 暫時電後馬匹是那隻的無限 好 轉彎入直路 維港智能佔先進來的 好眼光第二位 見到中間是賢者無敵 外面是嘉應高星 入面第五位有威力奔騰 後多層 外面聖筆嬌 再後面兩隻的愛心 還有陸續無限 最後三百多米 前面佔先的馬 見到中間位置 嘉應高星上了 入面的維港智能 還有一點 中間上來的馬 有滴外心 威力奔騰 外面上來就是聖筆嬌 還有陸續無限 最後八多米 嘉應高星 越級挑戰 用不怕 沙田銀瓶一樣贏 第二名的馬 威力奔騰 第三位 滴外心第四名 是陸續無限 結果這場賽事 這隻嘉應高星 縱使贏二班 但是一樣越級上來 跑三級賽 1200米 一樣以一個輕鬆的姿態 贏馬 捧走沙田銀瓶 第二位 威力奔騰 買邊追上來 還有陸續無限 第四位 陸續無限 不用放鬆 跟馬跑一樣可以 嘉應高星1.7倍 贏馬 第二名的威力奔騰 第三位 沿途走規不順 滴外心 第四位 陸續無限 最值得搏的冷卻就是威力奔騰 你計算數 他的綁 又有個好檔 可以貼到欄 他抵敗二 第二好像包尾一樣 田泰安 試起步 大二暫時是一的 好 你一起步 八進巨星敬星彈出 看到外面位置 嘉應高星搶上來 外面還有這隻人和家興 咬住個大約四五位左右 就是這隻美麗第一 第四位左右 後面的馬還有威力奔騰 內蘭黃衫的 外面藍衫 還有這隻幸運有利 後面四隻水晶酒杯 電器騎士 美麗奔騎 暫時電後包裝必成 過800米斷柱 放了出來跑的馬 就是那隻人和家興 嘉應高星 跟著第二位 第三位 外面就是美麗第一 第四位 八進巨星放都放不到 中間還有幸運有利 外面粉紅眼罩水晶酒杯 賣爛位置 黃衫黃衫 威力奔騰 後面才有電器騎士 美麗奔騎的馬 好 進去直路 前面人和家興 中間嘉應高星上來了 外面美麗第一 都要追 在裡面還有威力奔騰上 後多層還有八進巨星 最後200米 嘉應高星 人比下去 有 拋離一個多米 外面美麗第一 中間還有八進巨星 裡面還有一隻人和家興 接近終點 嘉應高星 以一個無敵的姿態 捧走這場 特首杯 跑第二名 是美麗第一 第三名 八進巨星 第四名 是人和家興 都是很輕鬆地贏的 那隻八進巨星的菲林 既然上季 已經在季尾階段 入孔玉杯 然後跨季 特首杯 一樣贏了 季內第一項的杯賽 特首杯 恭喜潘頓 希思 嘉應高星 美麗第一 跑過第二名 八進巨星 跑第三 第四名 人和家興 都是很輕鬆地贏的 那隻八進巨星的菲林 很厲害 飛駕九倍開跑 美麗第一 都不敢抬慢 咬著你 看你養我20磅 會不會衝下去厲害